施打疫苗金门县政府规划包括 金城体育馆、金湖体育馆、金沙国中体育馆 金宁中小学体育馆等四座各乡镇疫苗接种站 16号正式开放受理75岁以上的长者施打疫苗 县政府连日来密集协调各项施打作业 确认提供金城体育馆、金湖体育馆、金沙国中体育馆 还有金宁中小学体育馆等四座大型场馆 作为疫苗接种场所 配合黄卡的到货6月16号正式开打 对象是75岁以上长者 还有65岁以上原住民的长者 我们是采以美丁式的一个方式 等于说医生动我们相亲不动 这样子注射比较顺畅 也希望我们打疫苗之后 大家都能够恢复平常的生活 大约今天安排四天的一个骑程 总共九百人士左右 那这一次的一个施打 那配合县政府民政处 那也给予很大的一个支持 那有很多的一个游览车大型车辆 来给老人的一个接送 那本省为了更静完善 比较偏远一些乡村一个小聚落 一些落单的一些长者 本省也直言两部 九人座的乡行车 专车来给予接送机动性的一个服务 让我们这个长者能够在今天 这几天的行程都能顺利的完成 让我们这个施打疫苗 能够非常的一个顺畅 各乡镇也会协调各村里长 林长 里干事协助通知 让长者在这回施打疫苗 可以完成的施打 还有增加他的抵抗力